大家好,欢迎来到HenryClaribu,又是我昌王 今集跟大家介绍台湾的音响新品牌 叫做EA Hybrid 这间音响公司 而他们暂时推出了有一款 对于HIFIU来说,我觉得是挺新鸣的东西 型号叫做PUDC-B1 这一部是电池供电的线线电源 我试过把电池供电这一部的B1 放到Router那里,我试过 Modem那里我试过 甚至现在大家看到后面 我放在Diraptor的上面 其实它不是给电给Diraptor的 它给电是给布拉寡下面的零震台 想不到比临震台的反应也挺大的 而且它有些功能是挺有趣的 包括它可以只用电池走也行 或者是一路充电,一路用电也行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玩的 稍后慢慢跟大家介绍 现在先听首歌,好吗? 在讲我的听感之前 也要介绍一下它的公司 因为也是一间新公司 这间公司是来自台湾EA Hybrid 这间新的音响公司 老板键设计师Paul Wong 本来也是一个发烧人 他和Elema之前出过超高音的厂 合作做了这次的主角 就是PUDC的B1 这个电池LPS 也是他们公司的第一部产品 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外观 以LPS来说 我觉得它的造工 它的造工是挺漂亮的 它整部机是比较简约的设计 用一个铝合金的机壳 另外两边就是用一个木板 整件事出来都挺有趣的 至于它的面板就有两组的灯 分别就是电池电量显示 如果蓝色的话就是90% 就是电池有90%以上的 而绿色的电量就有20-90% 而低于20%的话就会有红色的 而在旁边的那一粒就是充电的显示 在充电的时候就会有红色的灯 充完就会没有灯 而在旁边的那一粒就是充电模式的选择制 向上就是用光电池 换言之它就完全断开了交流电 而向下的就是一个无限充电模式 即是一边就是用电池去供电 另一边就是一边就是充电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看机背 机背有个DC插子 就是用了5.5x2.5mm的插子 有个开关键 而旁边就是9V和12V是给你选择的 而再旁边就有个5V的USB输出 再旁边还有个地线位 给你接地盒的 而电源输入那里就用了5.5x2.1mm的DC插子 而大家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你用这一类型的LPS 最紧要最紧要就是要确定 你的器材本身的V数是多少 选择好正确的V数才好开机 这一马谁算 说了这么久 不如我开箱给大家看看 开箱后有本说明书 而那本说明书 大致上是介绍它刚才我说的功能 另外就是一些技术规格和保养的东西 接着我们拿出这部机器 这部高级版是银色的 大家记得这部机器是未出的 其实这部机器也很重的 这部机器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先看看照片 而这部机器的高级版 和现在推出的低架数版本 其实它的分别在于 首先这个型号 这个型号叫做B1H 我认为H就是 High Carrying 的意思 所以大家在后面会看到 大家现在在看一张照片 它在后面的外出 它会让你选择19V和24V 而其余那些大致上都差不多 而它的输入是24V 刚才输入时它的V数是16.8V 而现在这部H版就会是24V 其他大致上是一样的 它除了有银色之外 就是有黑色 黑色和银色的两部机器 除了一部主机之外 我看到它有跟着火候 还有跟着电线 而这条电线以我所知 它本身跟着一条DC线 就是一条黑色的电线 这条纯金的DC线 而这次代理也跟着我的 就是这条纯金的DC线 另外就是这条牛 这条牛 还会比起基本版本 会比较大一点的牛 这条子分比V数也大一点 因为这条牛的输出有25.2V 所以绝对是足够供电给这部机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完歌回来 我们就介绍它的卖点是什么 最大的卖点就是用了电动车2170的锂电池 而这一粒的锂电池和现在市场上 一些Hifi正在用的锂电池是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比普通的锂电池大了50%以上的电量 至于它这部Pure DC B1 这部机器 它本身设计是比Hifi用的 所以它里面是用了很多的靓料 包括用了这个Witma的薄膜电容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KEMET的有机聚合物电容 刚才说了当然还有一个接地端子 还有它里面的机内接线 全部都用了一个单精银的机内接线 很多人都问这一类型的LPS 究竟它是适合什么的器材 在现在来说玩CAS 一些路由器、SWITCH 甚至乎这部电脑 一些Screamer 一些DAT DDC 以及TV Box 都适合用的 另外我想说说 它的纯电池和持续供电 这个模式 在转换时 在我的听感是挺大的 纯电池的宁静度 是很明显好过一路叉一路用那个模式 所以大家听歌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用纯DC模式去播放 就会比较更加宁静的表现 次会比较整月拍摄 CAS., ă! 手摸走 CA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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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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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